方便面别再煮着吃泡着吃了 把方便面放进锅中 然后再喷上一点清水 盖上锅盖蒸一蒸 出锅以后就是一道大人和小朋友都爱吃的美食 而且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做法 三毛一袋的方便面我们准备了两袋 在锅中我们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然后把方便面放进蒸隔中 在上面我们再喷上一点清水 这样方便面蒸的会更加快 而且还不会坨在一起 盖上锅盖大火烧上汽以后蒸15分钟 把方便面蒸软 再准备一把生菜洗净以后 给它切成细丝备用 一只洋葱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给它切成稍微细点的洋葱丝备用 四个香肠 然后给它切成稍微细一点的香肠丁备用 再准备五毛钱的黄豆芽放进盆中 然后再加入多点的清水 把黄豆芽给它浸泡几分钟 然后再准备四个顺产的母鸡蛋 在碗上磕破 磕破以后都给它打进碗中 然后再用筷子给它搅成细腻一点的鸡蛋液 方便面里面的酱包 我们给它放进祖传的小碗中 蔬菜包也放进来 然后再加入半勺生抽酱油 再来一点点老抽上色 大概一汤匙的蚝油 再少加入一点点白糖 再加入一大勺的清水 然后我们再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的方便面也已经蒸好了 锅中油热 把鸡蛋液倒进锅中 然后我们开小火 把鸡蛋给它炒一下 炒成稍微碎点的鸡蛋碎 炒好以后 倒入我们切好的生菜香肠 还有黄豆芽和洋葱丝也给它放进来 然后我们再开大火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配菜我们都给它翻炒至断生 微微断生就可以了 然后再倒入蒸好的方便面 调好的料汁也给它倒进来 然后开大火快速的翻动均匀 把调料给它翻拌化开 这个时候的方便面和配菜都已经是熟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翻炒太长的时间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装进碗中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正方便面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方便面比较的独特 而且吃起来比泡的煮的口感要好 而且吃起来还健康 而且我们这里面加入了各种配菜 吃起来就有营养 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